有民众在路边看到一辆围停的兵士副驾驶座挂着面具,企图混淆警方,防止脱掉,图鞋自爆料公社,分享,开车最怕找不到停车格,围停被拖掉。 有民众在路边看到一台兵士车围停红线上,为了不让车子被拖走,驾驶竟然在副驾驶座挂着一张面具,试图鱼木或竹,防止被拖掉,没想到竟然奏效。 这位民众在脸书爆料公社上贴出照片,他表示有辆兵士停在红线上,这台车每天都停在同一个位置,影响到用路人安全,但之前都没有拖掉车来拖走。 今天二日终于有缘警汉拖掉车前来,但警察见到车内还有人,只好放弃拖掉离开。 原PO靠近兵士一看,贺建副驾驶座的座椅头枕上挂着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隆尼的面具。 从车外远远看还真会让人误以为车内坐着一个人照片。 PO上网笑翻许多网友,有网友开玩笑的说做电套件衣服完整度更高,叫那警察去配个眼镜好吗? 晚上真的会被吓死,这招厉害。 不过也有人质疑,不可能吧? 红线本来就不能停,原来这样也可以。 这是不是算未造?